高雄一间服饰店店员日前错开发票金额 将968元的商品在底下写成了968万 业者吓坏了怕会被多收税 上网急询当时消费者要重开发票 不过国税局表示只要业者及时办理更正 不需要找到消费者就可以申请更正了 要填错诺填成968万 服饰店一开业 业者急忙拿出发票数据查看 因为店员闹了乌龙 百元商品多了四个零变成百万商品 业者说心情真的跌到谷底 代班人员开错发票金额将968元填成968万 拍下当时客人买的商品 希望网友们一起携寻 若是身边有人穿同款外套 能不能提醒对方回来店里 让店家闯开一张 有两个客户 他拍完他也没有立即发现 下午又有客人进来 他把这张发票往后翻 他才发现他写错格了 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 金额真的差太多 又找不到当事消费者 担心会因此被多收税 业者心急如焚 不过国税局表示 若是及时办理更正 不需消费者就可以作废重开 不会因为他开错 用错误的金额来缴税 因为他实际只收取900多块 资料金额登记 是这个登载错误会被处罚 只要在被检举或是国税局调查之前 都还来得及申请更正 不过提醒一年只有三次机会 若是第三次开筹发票 就会依照营业税法 采取销售额的百分之一金额 最低1500最高15000元 也就是说968元的百分之一 未达1500就是开罚1500元 这回当事店家学了经验 下次开罚票前真的得睁大眼 一面挨发 借万家消炫高宣报道